来 李熙成 卧师不是让你好好休息吗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大家伙都在帮忙呢 我在屋里根本就坐不住啊 你放心吧 我身体已经没有任何的问题了 那你自己注意点 好 你好 我们是下城新闻台的记者 想采访您一下 在这一次池圆前家岛的过程当中 咱们除了带来了物资药品 还做了哪些工作呢 其实 岛上的消防站的同事 做了主要的工作 我建议采访他们 你们来采访我吧 你好 我们这一次登岛救援啊 其实做了三个最主要的部分 第一呢 就是给岛民们 带来了足够多的药品和物资 第二呢 就是把这一次台风过程中 受伤较为严重 身体状况相对比较弱的灾民 我们都送到岛外精心修养了 第三呢 就是这次灾后的清障工作 我们也基本完成了 大部分的灾民 都已经恢复了他们正常的生活 相信看到这一组新闻的观众朋友们 一定会为我们下城消防感到骄傲的 其实啊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如果你们非要感谢的话 你们应该感谢 这个岛上的消防站站长 老鬼 请问我们可以采访一下站长吗 可不可以采访他 就要看看他本人 愿不愿意了 老鬼 老鬼 你看谁来了 安定消防站的站长 来看你来了 老吴 回去吧 有什么好看的 你开门哪 走了 我了解他 你去忙你的吧 你看 没事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老鬼 十几年都过了 我每次上岛 你哪次见过我呀 你不见我我都习惯了 老鬼 咱们都是快六十的人了 有些事 得从心坎底下过去啊 老鬼 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 以安定消防站站长的名义 登岛了 老鬼 你是真不打算让我进去啊 你不让我进去我就走了 你不是不让我进去吗 老鬼 老鬼 你来岛上都十几年了 你还是没变 我是来干消防的 不是养老子 变什么呀 来 坐 老鬼 老鬼啊 下个月我就退休了 我在想 在我离开之前 准备给站里打个报告 把你调过去 你都要走了 我就更没有回安定的理由了 我就要守着这片岛 能多做点 试点 挺好的 只是从你那儿来的那俩小子吧 有点可惜 怎么讲 你怎么 一直这样看着我 目不准睛呢 我是不是又变帅了 你都变丑了 又瘦又黑又丑的 怎么可能呢 在台风来之前 我在岛上 一直都是天天捕鱼 喂鸟 还看星星呢 过头都是神仙养的日子 舒服着呢 少骗我了 这儿这么荒凉 不过呢 这次确实觉得 你不一样了 我觉得 不一样的是你念的 我哪儿有 我说真的 之前你对我呢 也说不上好 也说不上不好 但是对理上上下下 甚至全世界都知道 我喜欢你 可你老人家 一直都是公事公办 从来都没有表现出来 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不像现在这样 现在怎么了 现在啊 你表面看似风平浪静 其实你心里 早已经小鹿乱撞了 是不是 你脸皮可真够厚的 不过西场啊 我以前呢 总觉得你特别孩子气 跟成熟一点大不上关系 但这一次 我真的觉得 你这里能干事的 你怎么看着我呢 看出来我肩膀能担事儿吧 说真的啊 我觉得 你对我的认识 应该再清楚一点 毕竟我自始至终 走的都是孰男路线